各位新MSN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佳靖 我说不要 我们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个iron 它上面的一个food court 因为我上次来拍摄的时候 有一天我自己下去吃了一个 拌面还有一个鱼蛋汤 可是因为太多东西吃了 一个人呢 很惨 吃完那个都开始饱了 昨天我说 我们一起去 点了十几样东西 我给你 我的照片还在 我给你看看了 厉害了 其实我这个 照片很多都是吃的 看昨天 昨天那个 昨天那个在哪里 来 昨天的 你看 哇 这都是昨天吃的 我觉得这种呢 可以一堆人吃了 就特别开心的了 就是演一个很 很普通的人 因为我 所以说 我每次演不是英雄 都是大侠 可是这个人物 是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家庭的人物 我觉得 挺好玩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尝试 也挺新鲜的 对我来说 我说过 其实这种东西 不太需要培养的 如果你真的进入了 这个角色 如果你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在我心里面 这个就是我老婆了 这两个就是我的小孩了 如果看到小孩哭 我自然而然就会很伤心难过 看到 明知道他这个老婆 患了乳癌的 明知道 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的 你自自然连这个 情感就会流露出来的 我觉得我 怎么说呢 每个人培养 那么 培养情绪都不一样 反正我是不会说 哎 马上要拍一张空戏了 哎 我不会朝我 我自己走开一边 我很少这样子 我还是一样 在聊天啊 该什么的 我怎么的 可是如果拍了 OK 停一下 可能 我到那个位置 我通常培养的 不会走开的 比如说拍这个戏啊 比如说 哎呦 在这里 或者我一个人也好 机器在这里 我坐定一下 一下 调一下腹息 来 就进去的 演员大部分的 都能这样子的 因为 我是说 你不是说 拍的时候才投入的吗 整个戏里都是 在那个人的情绪里面吗 当然我不可能 今天拍一张酷戏 不可能说 哎 现在不用拍了 我平常跟人聊天 那个样子的 哎 很惨 我也不会 我一样正常的 开戏 过去 就是另外一个人 回来 又另外一个人 这样子 最重要啊 其实除了你珍惜 所有朋友之外 所有 其实我身边 所有朋友 你都要珍惜他们 就是有时间 能见面 多见面 家人都不用讲了 家人更加要珍惜了 因为我就说 大家看到 这几年 天灾人祸 以前 我说要除了真实 你身边朋友之外 你更加要珍惜你自己 每天的生活 所以我说 为什么每天一定要 尽量开开心心 就是这个意思 每天睡醒 张开眼睛才是真的 今天晚上睡觉 明天能不能起来 都不知道 所以每天你起来 我就要开心 开心 过每一天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目标 我也希望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 只有你在我旁边 我都希望让你开心 就这样子 那你在你开心的定义当中 会不会这样 有个女生跟你一起分享 这个还不知道 碰到就有 我不会去 强求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都说过了 你慢慢发觉 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 是真正是属于你的 你也不能拥有什么东西 能有 则来 没有 你不要去强求 你觉得是哪一种女孩子 能够跟你一起分享 生命中的很多东西 碰到才知道 这个很难说的 过很多 你有没有感觉到 哪一类型的比较 青菜萝卜 各有所爱 我喜欢的 你不一定是喜欢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人很多种 当然很多人 直觉说 女孩子讲什么 当年 其实在我们现在 觉得人 他的心 才是最重要 美不美 也是心 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家静 常常听 常常看 一切尽在心 MSN 发达 paso